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hat's wrong?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一點 卡拉卡茲的校園怪談 上一集我們就是提到 我們轉生成了一位女教師 獲得了一個Puron Hub的盾牌 遇到了一個澀澀的公車司機 我們現在就要 一起來到半夜的校園去 你準備好了嗎?司機伯伯 那我們就到處看看吧 我們現在是要先到後排的座位去坐下是不是 喔喔 這邊有個隱形的屏障 我們不能再往後退了 那我們就點選一下 載入中 請做好心理準備 我們的遊戲終於要開始了 不好意思 我這三集好像就只是單純看了前導劇情這個樣子 喔 我們回到主視角啦 該死的 怎麼會來這種時間拋錨 欸 你得自己下車到四區去了 啊 這個秀好至少也要半個小時啊 失去從這邊也要十分鐘的路程吧 喔 我們自己人在抱怨這個樣子 啊 不管了 好 我就在這裡下車 請自便 還是早點遠離這個色情老伯伯好了 雖然我真的很想看本次劇情 臨走之前再來摸一下這個老伯伯的翹臀一下 快滾下車吧 好 看來我們只能滾下車了 好暗喔 這也太暗了吧 喔 我們下車了 請將手遠離滑鼠和鍵盤 喔 卡拉卡茲製作 學校過場 喔 我們右邊有一個 我們進到了 教室內部 有好多好多 櫃子跟桌子 還有椅子 creepy 第一張 校園怪壇 喔 終於離開那個變態了 我們正在摧打的牆壁 我們正在摧打的牆壁 我們現在有摧打的牆壁的聲音 但是還得自己走上十分鐘 等等 這是什麼聲音 原來不是我們摧打的車窗的聲音嗎 啪啪啪 好 我們來到處看看 是哪裡的聲音 喔 喔 喔 另一邊有告示牌 我們先去另一邊看一看 喔 我們終於可以來進行跳躍了 欸 前面還有什麼東西 喔 這個是車牌的號碼 呃 點擊我會有驚喜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們來到了一個小小的 嗚喔喔喔喔喔 這個是 這是Spooky那款遊戲 Spooky會有很多跳下來的那個 可愛John Skater 小木牌這個樣子 喔喔喔喔喔喔 在至今那款遊戲 喔 真的是Spooky耶 網友玩過這一款 這一款超有趣的 從上一集的報紙情報 我們可以得知說 這個殺人魔 他是一個眼控 所以我們現在拿著 Spooky的可愛蘿莉女鬼的兩隻眼眼靠近他 他一定就會 對這兩個女鬼的眼睛有興趣 而不攻擊我們對吧 你不要再敲頭了來 我現在就給你 酷酷的這個眼睛 你不要再敲頭頭了好不好 如果你想不開的話 你可以去諮詢那個什麼 張老師專線在那邊敲頭 前方驚嚇點注意 不能接受血腥暴力者 推薦按讚停鍵 搭配方向鍵 往右邊點三下 好了準備好了嗎 3 2 1 不好啦你還會 欸唷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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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你看你看我這邊 很可愛的女鬼 來來我Q給你 我Q給你來 兩張都Q給你齁 詛咒一切都是詛咒 你想表達什麼啦 臭臭人 你今天就要死啦 尋求伴侶者 視線迷失者 逝去自由者 沒有回頭路了 沒有回頭路了 所以這傢伙就是一個 交不到 女朋友的 男性 欸 他渴望著 女孩子 看到我們是一個性感女教師 他就忍不住想要來跟我們搭話 就像剛剛那個司機妹妹一樣 什麼詛咒 不管還是拿考試卷做藥 我為什麼要站在這大街上跟自己說話呢 真是奇怪 還是趕快走到四季去吧 好吧 我們拿出Spooky妹妹的兩張地圖紙 繼續往前進 阿在繼續開始前往四區之前阿 我們才出門一下子 我們就連續被兩個男性搭上了耶 我們一定是在扮演一個 非常性感的女教師 所以汪想說阿 我們必須要來好好打扮一下 因此呢 還請各位留給汪汪 超過1769讚的喜歡 1769讚的喜歡 呃 讓汪汪知道說 你們會希望汪在 這個系列這張地圖之後的集數 來穿個汪汪女裝 扮演成一個真正的女孩子 什麼之類的呦 呃 聽起來真奇怪 但是感覺挺有趣的 我們都有Prompop盾牌咧 我們必須要來玩梗一下對不對 道路的底端有個驚嘆號 搓搓一下下 我們來到了一個7-11 我要進去買飲料 是要買咖啡是不是 真的是要買咖啡 那那我該 從這邊進去 喔 這個音效也太像了吧 我們來逛個街 上面有小花花 他們的 他們的置物加上 一個商品都沒有 冰櫃也空了 櫃檯看起來沒東西 我可以不要過去嗎 好好我還是過去一下好了 喔喔喔喔喔 前方 驚嚇點注意 推薦 音量關小聲點 準備好了嗎 3 2 1 人到底是去哪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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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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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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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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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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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3 2 2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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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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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1 2 2 VTuber 這是VTuber對吧 剛剛那位抱著草地方塊的男孩子 汪汪不記得她 情有可原 但是如果是VTuber的妹子 汪汪就不能錯過 所以汪汪就翻找了 跟卡拉卡茲這位作者有關的所有影片創作者 得知說 這位VTuber的妹子 她叫做 虎惠里是一位 香港的 女性VTuber 目前好像 沒怎麼在活動啦 有點小可惜這個樣子 就是讓大家知道 這位可愛的妹子 叫做什麼這個樣子 除了虎惠里之外 汪汪轉頭一看才發現 欸她這邊辦公室的辦公桌 是這種 隔板款式的耶 這邊還有 更多更多的可愛妹子 來跟各位好好介紹一下 這位紫色頭髮的叫做 天爺紫月 而這個粉蒙粉蒙的 叫做圓獎 旁邊還有旁邊很有 這邊有 空氣少女 艾兒 詳細的話可以查一下 西蒙創意這個樣子 可見作者 有在追西蒙創意的東西 跟這一個 紫色長的鬼角的 我好好奇這是哪位VTuber喔 但是我不知道 有知道的觀眾朋友 可以在底下留言 告訴汪汪喔 我們一起來 搜查這個辦公室 所有的可愛妹子 再往後看 再往後看 喔這邊感覺也是 應該是外國創作者嗎 我忘記不是很確定 就單純是作者的偶像這樣 這邊這個電燈可以打開嗎 嗚~~開燈了 可以更好的來觀察 可愛妹子們的臉龐 而最後最角落的座位 應該就是 女主角的辦公桌了 還有一個大大的紙條寫著 千萬記得帶考卷回家 汪汪漏了一段劇情齁 嗯?我們有把考卷放在這裡嗎 喔看來應該是放在教室的 不知我居然還特地 寫了這張紙條 有夠大張 女主角居然還忘記了 看來女主角也是個傻大妹 喔這邊還有一個 溫特斯特偵探社 然而我們不知道他的電話 該怎麼打 汪汪超難過 這邊有一個印表機跟 有任務說 我們要帶著鑰匙上五樓 這邊有 實驗室的鑰匙 跟 201教室的鑰匙 現在看起來真的好亮喔 開了燈之後 完全都不可怕了 這邊是2號實驗室 我們來 喔~~ 我們用鑰匙 打開了這個實驗室 進到內部來看一下 總之先來打開 電燈開關 喔 又獲得了一個 喔喔 我是要把這個 錄影帶 插進這個電視機 是不是 我們晚點再看看 我們先來 搜查一下這個實驗室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道具 什麼之類的 喔 這邊有一個 可愛的假人 我可以把它類骨 拔開來當武器用嗎 看來不可以 身為實驗室 居然連一瓶像樣的藥水都沒有 我實在太失望了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錄影帶吧 把它給放進去 我就是出來晃一下 你們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對吧 那我就走囉 沉浸室 入影帶 喔 好 好 我們來去上五樓吧 上樓前再來看看最後一間教室有什麼 喔好 他不讓我們過去 上樓梯 上電梯 再聽一次BGM 好安靜 我 我還期待我要按那個電梯按鈕的 我從來都不知道晚上校園居然那麼寧靜 明白著詭異的氣氛 通常學校晚上都是很可怕的對吧 這邊是 二年二班 我們是二零一號教室 稍微偷看一下內部 喔地板上有張紙條 紙條上寫著 欸欸欸我昨天聽到了一個超酷的故事喔 是有關於二號實驗室的故事 恩我剛剛去過 而已 所以說這所學校以前是一所監獄 並且那個實驗室裡面的人體模型 他身上的器官 是以前犯人 拿來做標本的 所以所以 可以讓我回去嗎 我要回去看看那個假人 他一定會陪我玩耍 他一定會跳起來 我們一起開轟趴 汪汪為了看夢幻女教師師體派對 特地回溯了地圖 回到了三樓欄 然而那個實驗室的假人 還是絲毫不為所動 可能下一集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動起來 我們就可以用女教師的身體 來跟他啪啪啪了 那今天這一集呢 汪汪就是 進到了 教學大樓 認識了很多可愛的VTuber妹子 雖然那個紫毛的 汪汪還是不認識他 汪汪超想知道他是誰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 留言說 我愛西蒙壯義 但是我絕對沒有收他們的工商錢 感謝各位收看 BBBBBB 我們嘗試用F5再來播放一次試試看 喔好吧用F5看更可怕